在医院开了六天的药 我就想把它放到家楼下 然后怕别人拿走 我把他的那个诊断书也都放上去了 但是家里人说这样不太行 说可能会有坏人给他拿走 这是今天进入站新旧的小包 臭啊 拉着里面 带着抗认单来的 这是在别的医院抗认完到这儿的 全细小病毒 养性 冠状 血带 全门热 也是阳性 三个传染病都有 难受的 来 来 我看看 你这主人看你有三传病 我给你治了 把你撇了 你立马不给你治 我给你治疗 血管给他点上 撒串病 这是看吧 尽全力吃 这是昨天那个小姑娘 有个小姑娘求助我的 她是大学生嘛 一个女孩 在别的医院抗认的 细小病毒 阳性 冠状病毒 血带 全闻热病毒 阳性 这是她跟我说 这是她连接扔出来的 给我发视频的 扔到那个绿地上了 好弟弟 有病不给这儿就撇出来 能够护大家别这样的事 羊虫之前想好 你对他负责能养的养 你尿尿了吗 几个病 三个病 全闻洗脚关着 那咋这样 难治呗 那你治啊 就这样说了 有希望就不能放弃 试试看 他咋能活上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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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那个小姐求助我都要哭了 没办法 实在治不起 三个病在一起 可是救治战也很难 救治战也都得靠好心人捐助 嗯 这般人还随意的抛弃 能不能为他筹了点医疗费 太可怜了 三个病 都是中期啊晚期啊 看状态应该是 看 患痰 鼓瓶属于初期 细小属于中后期 冠状属于初期 嗯 要都把握了 试试看吧 这个不然没啥把握 小鼻也太干了 挺好的孩子 总是这样 喂 哎 上府 哦 嗯 员